在我們的主管機關行政公共工程聯會 他們所做的這個同胞執行經濟執推動計畫 這個計畫他後來成為 大概在國內的機關在推動同胞的時候 一個一般說像這個該做的一樣 在裡面大概會續集了大概哪些適合做同胞 然後哪些適合要怎麼樣如何的進行 他在這篇文裡面他就講到說 他從這個統計表裡面他就提到說 經分析的結果 他說五億元到十億元的建築工程適合辦同胞 五千萬到五億元的建立工程最適合用同胞 然後十億元以上的建立工程一層有辦理同胞的紀錄 那其他的多類工程在五千萬元以下規模 就以同胞方式辦理的比率高達82.7% 一千萬元以下規模 就以同胞方式辦理的比率也有達61.3% 所以依統計資料形式 不論工程規模大小均適合於同胞方式辦理 這是在這個文裡面所看到的 那當然我們看到的這個是曾經有的建數 那的確在這裡面我們也看到在這個建立工程 尤其是在這裡 所以在他剛剛這文裡面提到一億元到五億元之間 有九十八件這已經是蠻多的 那在這些數字呈現出來有蠻多的案件是適合用的 好 剛好這個公共工程的主管機關是這麼說 那所以後來呢 再根據這些數字 那我個人就從我們行政院的這個公共工程的標案系統 上去抓一些資料下來 其實在我們的國內公共工程主管機關 對於所有的公共工程都有辦 都會要求各個長官的機關要上去去做一些 他的相關的一些資料都必須要上去登錄 所以呢 我大概就稍微去查了一下 大概從九十九年一月到今年的三月當中 那各個機關裡面辦理廣告的建數 實際上辦理的建數其實不算多 在這段期間裡面 他的這個辦理建數而且已經完工了 總共是四百零二件 那在這裡面我就先再從一個這個 電動設計的這種類型來看 這在裡面曾經辦公電動設計的一百八三件 那在所有的案件的比例數是四十五點五百件 那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後來呢我看了一下在變更設計的建數裡面 從統計資料裡面來看 當然變更設計建數最多的建設建數也是九十五件 那當然其實辦變更設計無限的是不好的事情 只是呢剛剛講到是說 最適合用統包的就是建立工程 那當然實際上呈現出來 最多數產生一些變更設計的狀態 那樣太陽的也是建立工程 那所以這些這個有這樣的一個變更設計存在在裡面 但是它可能後面接著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往下面繼續看 在這個相關的這個這個案件數裡面 當然這也是剛剛的這些統計資料 那看完了之後那當然可以看到的 這個是在這個累計的那裡面 在這個累計裡面可以看到的是 直接跳下面 在這些曾經辦理變更設計的案件數裡面 那他們尤其是在建立工程 把建立工程抓出來分析 它辦理期約變更的原因 在它的公共承動案系統上面 所呈現的是哪些項項 那可以看到最高的 是哪一個指示 變更期約 那當然指示的原因是什麼 不見得在每一個上面都正在來講 通常這樣的 通常在我們講到這樣有這樣的指示的時候 當然它就必須要按你契約的變更 那另外 對不起 還有一個更高的是業主的需求變更 那裡佔了95件 然後呢 現場的局部調整 或者是圖說一致性的調整佔了佔的期間 其他 其他的是有 它還有包括一些小型的沒有被 分在那裡面選項的原因也有包括 那還有其他的是 下面有一個異常天候狀況佔了16件 那這裡它其實顯示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也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關於需求變更 指示變更契約 或者是現場局部調整 會佔了這麼樣多的一個數字 後來當然我進去看了一下建立工程 大概它主要的案件類型是什麼 後來發現滿多是屬於輸配電工程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